Hi everybody, my name is Kaiyuan 如果你是爱图式Aputure的用户 你一定会知道它的Aputure的Sytus Link App 手机的App到底多么方便 那如果你是用比较旧的装置 像是我的Try8 它就是付给你一支2.4G的遥控器 你这样子遥控 虽然也很方便 但是你完全不知道 你输出到底现在是多少 你的色温现在是多少 你完全不知道 你只能说我要加一点点 减一点点 我也根本不知道它到底有没有接收到 我只知道它有亮 它有开 它有关 就这样子而已 那我们今天就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叫做Sytus Link Bridge的小产品 那这个Sytus Link Bridge 简单来说就是用我们原本有的Sytus Link App 用蓝牙连接到Sytus Link Bridge 那Sytus Link Bridge就会发射2.4G的频段 给我们旧的装置 像是我的Try8 那除了开关跟调整亮度以外 我们还可以增加一些特殊的效果 像是什么狗仔队啊 闪光特效等等 真的是超棒 让旧的装置有特效功能 真的是超帅 因为像是我的Try8 原本是没有任何的特效内建的 那我们就赶快快速开箱跟大家分享吧 哇塞 是精美包装 OK 所以有我们的产品说明书盒 然后有我们的Type-C充电线盒 还有我们的小小天线盒 最后就是我们的Sytus Link Bridge啦 齁齁 帅喔 看来它的品质没有很好 它的外观已经有一点磨损了 虽然它是用金属的 但是外观已经磨损了 就看起来心情不太好 那我们就直接把天线装上去 OK就这样子 轻松的把我们的Sytus Link Bridge加到我们的Sytus Link里面 喔齁 就直接有一个更新 就直接让它更新起来 OK那我们Sytus Link Bridge就这样更新成功了 那我们刚刚有看一下我说明书看到一些非常神奇的东西 像是感光窗口 这个Sytus Link上面有一个窗口 它叫做智能感光窗口 我们待会来看看它到底是来干嘛用的 那说明书上也有写说 左边的是给蓝牙用的 右边的是给2.4G频段发射用的 所以我们就来马上来玩玩看吧 OK所以我们来到我们的App里面 我们就可以跟我们遥控器一模一样 有123的Channel 那我们现在的TriBar是Channel1 然后GroupA 那我们应该就可以直接来调整我们的TriBar 喔真的可以 超爱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直接 25% 然后50% 跟全出力 开关 喔 真的是 超级方便 还可以调整我们的色温耶 喔 但是 等等 我們在CCT模式我們的色溫只能從3200到5600 What? 但是我們的Tri8可以從2300到6800的色溫 但是我們的控制只有3200到5600 What?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 看起來是有點可惜 不知道Aputure會不會更新CitasLinkBridge的軟體來突破這個問題 因為現在只有3200到5600少了那些空間 但是非常可惜 下一個我們就直接來到Console模式 那我們就直接增加我們要的組別 像是Channel1 Group A 然後選擇我們是Daylight還是Bicolor 就是雙色溫 那我們現在是雙色溫 我們就選擇雙色溫 OK 那我們又發現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0到100的亮度調整是沒有問題 但是它的CCT沒有任何的數字是怎麼回事 這個What? 誰會需要CCT沒有任何的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CCT沒有色溫 我要調什麼東西 受不了耶 那下一個頁面就來到我們的特效頁面 像是我們現在就用的是Pulsing 但是我們的色溫一樣 還是只有3200到5600 我覺得應該是有什麼限制 不然不可能沒有發現這個問題 如果你是Aputure的用戶 你就會很清楚的知道我們有哪些特效可以選擇 那我們的特效 設定頁面也都有一點點的不一樣 像是我們的Frequency 我們可以像是幾赫子幾赫子 Speed 我們都變成Slow Medium Fast 它的名字都有一點不一樣 像是我們的Fire 裡面有Flame的調整 就是 其實就是強度的調整啦 煙火也有很多不同的選擇 像是Distance 就是我們的出力 那我們有Electric Stage 有New Year 然後有各種不同的選項 就很多不同的選項可以讓你選擇 像是我們的Foddy Bulb 就是故障燈泡的話 它有幾種的像是有Burn Out 燒毀啊 或者是有恐怖的Style 然後有閃爍 單純閃爍 跟Blink Blink就是只有開關開關吧 有點慢慢打開再慢慢關起來的感覺 反正有比較細節的調整 我覺得還蠻讚的 那下一個就是我們的Picker FX 那我們就可以輕鬆的錄製一下我們想要的樣子 然後我們就儲存 我們可以直接來播放我們要的效果 那剛剛錄製的效果我們可以來深入調整我們的輸出強度 我們的速度 跟我們的隨機程度 就是它的變換程度 還有它要順著播 逆著播 隨便亂播 之類的 那我們如果喜歡我們剛剛的設定之後 我們可以直接存到我們的Sytus Link Bridge裡面 就是我們可以存四種特效到我們的Sytus Link Bridge裡面 我們就可以直接輕鬆的點擊 就可以輕鬆的播放 我們下次到了奇怪的地方 想要再重複這個一模一樣的效果 我們就可以重複讓它出現 我又發現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現在是5600色的溫 那我們在Preset裡面 我們設定了一個3200%的亮度 那我們點選按OK之後 我們的手機頁面它是顯示100% 3200 但是我們明顯的沒有改變 那我們要如何改變呢 我們還要手動去拉這個拉桿 它才會跳到我們要的亮度跟色的溫 這不太方便耶 我現在只有一個 我就覺得不方便 那如果你是有好幾個不同的裝置 那你會發瘋吧 你根本Preset 根本就是沒有用的概念 那這樣Preset根本就沒屁用啊 我們點選按OK之後 我們只有亮度色溫在手機上看是正確 但是它完全沒有動作 我們還要再自己手動去調整 這真的不優 一個裝置就算了 我們慢慢拉沒關係 但是如果我有5個裝置 那我不同的設定 哇塞 我整個會大發瘋吧 我還要一個一個去調整 剛剛說明書上寫的感光感電器 其實它只是感光 然後來調整我們上面LED的亮度 我以為它有什麼特別神奇的功能 可以像是 有點像是Ari啊 它不是有一個環境感光 然後跟著環境一起變換的那種模式 我覺得哇塞超帥 結果它只是改變這上面的光 哼哼 害我開心了一下 那到底誰適合這個Sight of Sting Bridge呢 它肯定不是單純想要用舊的裝置的人 因為 舊的裝置 2.4G 沒什麼大的問題 但是如果你穿極面牆 或是距離一遠 或是它的穩定性 都沒有非常的好 就是它有可能還是會斷斷續續 有的時候有接受到 有的時候又沒有接受到 有這種問題 我覺得這產品比較適合就是 你已經有Aputure很多藍牙的控制 像是我有600D 有300D 有藍牙控制的人購買 因為你只要距離一遠 你手機肯定是單獨是連不到了 但是你買這個Sight of Sting Bridge 它藍牙的天線還蠻厲害的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我剛剛把它放到冰箱 然後它還是可以連接的非常順暢 很神奇的測試 就變成手機連它 然後它是Master 然後來發送藍牙給所有的裝置 那你這一個東西就可以放在你整個環境的正中間 或者是比較高的地方 讓訊號比較可以傳送比較遠 那如果你手機你走來走去 很容易就是這邊斷一個 那邊斷一個 如果你有很多盞Aputure的燈的話 就這邊斷那邊斷 然後又要重點 然後那邊又不會亮 很麻煩 所以如果有這個Sight of Sting Bridge 就可以讓你的藍牙非常穩定 我真的覺得 比較適合是這樣用啦 就比較不是 舊的裝置單純使用而已 那至於它的藍牙跟2.4G的接收距離 我會在下一個影片再做更詳細的分享 那今天就是單純的開心開箱 然後簡單的玩一下Sight of Sting Bridge 然後跟大家分享一下它在App裡面的一些特別的功能 就這樣子 那這就是我們今天的Sight of Sting Bridge的開箱影片 當然喜歡這個影片按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那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開箱影片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Yu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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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